職棒大聯盟發生了球場意外 有球迷從看台上跌落被運送出場 進了紅襪隊的牛棚裡 而且看起來傷勢是相當的嚴重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這位受傷的球迷是一位年輕男性 他疑似是因為要接費城人選手 丟到觀眾席的球 結果不小心從大約二樓半的地方 是摔下來位於二樓的紅襪隊牛棚裡 這場意外是讓比賽打到一半 被迫暫停 不過作為主場的費城人隊 是相當迅速的安排單架 還有車輛將受傷的球迷運送離開球場 根據費城人隊發表的最新聲明 是說到受傷球迷離開球場時意識清楚 而且反應還算靈敏 只是他的傷勢究竟如何 他們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還好這場意外沒有影響比賽太久 受傷球迷也沒有生命危險 成為大聯盟比賽的小差距 同時再嘗試大家